來 給我 行不行 OK 我今早起床第一次唱歌 不知道張偉妹的聽海是否在我腦裡 為甚麼 我經常都在那裡哄 不停哄 剛才我化妝都在那裡哄 但不是我的歌嗎 不是你的歌 不是你的歌 我上次去聽 兩個星期前去聽你的講座 真的挺有興奮的 那個八個還是九個 九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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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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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等於好像種子那樣的 是啊 我再去上網看 其實果子和種子的真正定義都挺深奧的 真的 我沒有看過 我就發覺原來 原來那個怎樣去 harvest 或者怎樣收割都挺有趣的 是啊 但是當你和女兒溝通的時候 用這個果子 他明白嗎 他明白嗎 嗯 其實 當然他是不會明白 當然是我們明白 但是我都 每天都會去跟他說這九個 果子的 人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誠溫柔節制 其實我覺得這個果子是 教我怎樣去做一個媽媽 嗯 我想教我們怎樣去做一個人 嗯 我這段身邊太多朋友生寶寶 我現在是很了解 在市況上面有什麼清痰 就是清痰的那些喉嚨 所以你剛才也信了給我 給另外一件喉嚨 很厲害 那個胃 不可以說什麼 我也不懂 那個可以啊 那些什麼散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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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兩年我想有十個BB出現了 Sabrina也有 每個都生 很趕啊 不停要打給你 來吧 試試 他是不是想打給你 不停啊 聽聽聽聽 沒所謂的 我們剪而已 可能我女兒帶來找你 不是嗎 Karis哥哥 你送給我 你怎知道我剛剛 Karis哥哥哥 他上次也不認得我 他也不認得我 他不是認得你 他其實知道你是誰 但是他很害羞 是嗎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 就是害羞 都是他一個 我一個很深的課題 怎樣去用這九個果子 去幫助他 去建立他的品格 嗯 那之後我見到又有 上次又說你種了 不是種了一首歌 作中了一首歌 作中了一首歌 唱著什麼 好厲害 因為很難得 之前也有跟他經過一次 很難得父母會 有生後嬰兒出來 就會覺得 嗯 我的女兒就太完美了 我一定要盡我所能 把她組成的 這麼完美 這是一個責任 但是你就會很堅困 那是很感動的 就是很感動的 因為那九個果子 讓我知道 其實九個果子 它也是很類似的東西 都是從愛 因為你很愛她 譬如我女兒她害羞 我剛才來的時候 我都跟我旁邊的同事說 她去理解一下不同人 為何你會害羞 我都會去學習 我覺得這個是要隱愛 又要有仁愛 又要有恩慈 我覺得這件事是 作為一個媽媽 你要去明白 明白多些為何她會害羞 譬如一個小朋友 你一件事不好 你不可以這樣 你要理解一下 為何她會這樣 是否有些人會這樣 我就開始忍耐她 譬如出門後她見到你 她就不知道你是Harris哥哥 但她就 受斷 她害羞 她是不知怎麽跟你 然後很害羞 你作為一個父母 你會覺得很慘 她沒有禮貌 她不說話 其實我也覺得她很慘 可能她也是很害羞 很慘 我更加慘 其實在後面就會覺得 心想你叫我 Harris 可能我要再重複十次 最後可能 Harris哥哥 好有趣 其實如果父母會很猛 你就會想 但我覺得她一定是有些事很害羞 我嘗試去不同途徑去理解 究竟她害羞 為何是否從我的Gene 可能我和我老公都很害羞 那我要很多人忍耐 不要爆她火 第二就是我要用很多愛去 去明白她 其實昨天你拍這個的時候 我也在想 咦 可能有些手法我都用錯了 然後我夜碼頭說sorry 我說 媽媽 sorry 可能你真的很害羞 很緊張 我說我嘗試去明白你的心 然後我自己哭 嗯 然後我哭到我收不到聲 然後她看到她又哭到她 她又哭到收不到聲 所以我今天眼睛有點腫了 但因為我覺得 可能我太著重 去將這件事去搞 因為我覺得父母有個責任是 她有些事不好 我們希望可以幫她 但有時我們整整一下 如果我沒有性靈的果子提醒我 喂 不是這樣 你要去明白她 你要去進入她的世界 這個就是因慈 明白 你去顧念她想 為何她會害羞 是否因為她與生俱來 還是因為環境 還是她的性格 可能是很… 剛才我問一下 可能她很藝術 她是 我不是不說 而是我不想說 我開始理解她的時候 我會知道 原來我不對 我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我覺得 一個父母最重要是 你也要檢討自己 喂 你 你… 你不是她的主權 喂 我叫你叫人 你不叫人 原來這樣不對 是的 我開始知道 這個就是溫柔 我會忍 然後去包容 溫柔其實是 當你很想 吵的時候 可能她會很害怕 嗯 然後心心 我們要一起做 我剛才說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知道可能很難 但我和你一起去面對 其實媽媽也有些事情很害怕 我也很害羞 嗯 我在台上台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有一刻很害怕 或者爸爸也會很害羞 嗯 嗯 我們就是去學會 這樣去 旁邊去用這些果子 去提醒她 同事提醒我自己 嗯 去怎樣去幫她 帶她走回 希望有一天 不知何時 她開始見到 Harris哥哥 是的 我希望 我有這個盼望 即是我覺得 當我們有愛給她的時候 她始終是做到 但是何時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 我們是要在旁邊去幫她做 而不是 不是令到她越來越害怕 或者令到她 越來越 很怕犯錯 對 犯錯 我不做就糟了 那麼 我不想讓她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現在都 不停去做很多research 好像你做這個project 嗯 你都做很多research 咦 你怎樣想呢 你怎樣 你是不是會害羞 咦 為什麼你會不害羞 那麼我盡量去集合很多人 不害羞和不害羞 去知道 咦 原來可能我女兒 她是這個性格 她是這個人中 我怎樣去幫助她 那麼現在我 我盡力 我都覺得我不是一個 很好的媽媽 即是我不知道為止是好 但是我盡量能力去 錯誤再改正 再錯誤去改正 去tune到 對 用最對的方式去愛她 嗯 因為我在這裡聽 有時聽就是看那個 很多人說去拍拖 或者愛情 一定要選一個身邊的人 令到你更好的人 為什麼我很少呢 因為我身邊跟朋友去談那個 那個BB是怎樣的 很少聽到 原來她都可以已經 就是幾歲 就是很小朋友 已經可以令到 媽媽都有很多反省 就是很多 很多去 怎樣去 不是說 我生活上面給了多少 更好的裙子 或者是 你書包有多漂亮 反過來是這一種上面的內在 那個支足是很難得 因為她不是很大的 已經給了這麼多啟發 其實我 真的好大 是啊 是不是 看著她的成長 我看到我自己 嗯 就是看到她自己 咦 我又會反問回自己 你有沒有一些東西 有時你很想說 你不敢說 你很害怕 嗯 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明白到 因為我自己 小時候我是單身家庭 嗯 所以其實我會 我很容易是不敢表達 明白 我會有些事情很害怕 我會明白 因為我小時候 可能經歷很多事情 我不敢說 但我會說 咦 那她 沒有理由的 她有爸爸媽媽的愛 那她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開始會 看到她看回我自己的時候 我會很傷心 所以昨天我哭了 可能她 我自己反問回 可能她好像你小時候 她很想說 但她不敢說 然後她又很痛苦 然後她又很緊張 嗯 那你知不知那個恐慌 其實她是很慘的 是啊 那我 連同理心到她 我自己哭了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發覺 原來我看到她 看回自己 我會矯正回自己 我以前可能 我不敢說話 或者我自己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很傻的人 嗯 我自己可能 以為我是表演者 可能我在台上 我不怕走 嗯 但是下台的時候 可能 我也是這樣 是 那我反思 其實 我先跟她說的時候 我先要正視 我自己也是這樣 嗯 我怎樣去幫我自己 complete 一些 就是 chase 所以現在每天我跟老公 就說 我們每天 逼自己做一件事 自己是不喜歡做 或者不想做的 或者怕做的 嗯 我們去 overcome 一件事 我們做一個 你可否舉例一個 你最不想稱讚你老公的 但你死要稱讚你 稱讚 因為她很疼我 但那種程度上 她是比較常會 會 捉住我 當然是有一點點 難 對 有一點點相處 有時我會覺得 是 要看一看 如果我像你這樣 你一定休了我 哈哈哈哈 我是開玩笑的 是 那我老公也會有時做一些 就是他現在都逼自己做一件事 他不想做的事 譬如可能 問那些人拿一些東西 或者介紹一些東西給別人 那樣 我們會逼自己去 都要一起去參與這個 就是幫個女兒之餘 其實可能我們的生命裏面 都有些東西我們需要 fix 嗯 我們都不是完全 我們都不 每一個人都不原理 嗯 但我們要去追求 力求去改變自己一些不好的東西 去令自己變得更加好 嗯 這個動力很重要 這個動力就是要自己去找一個 就是身邊有一個 就是一個小朋友 對 為了我而去令自己更好 希望他不要suffer from我的缺點 或者我們所謂的缺點 或者不是缺點 那你看回去 阿深深現在的成長 就是你會用回你以前 可能小時候的一些 backage 或者一些 童年的經歷 希望他 去令到他 會不會是用你另一個愛的手法 或者是一個 一起陪伴成長的手法 那你覺得他 和你現在四十五歲 四十幾 三十幾 而你幾個小時和你小時候 因為都是不同的手法去成長 你有沒有覺得 那些笑容又真的好像不同一些 令我記起我小時候 就是會不會有些 我覺得在他身上是 complete 了很多我人生沒有的東西 因為我小時候爸爸走了 嗯嗯嗯 媽媽又要掛著找食 嗯嗯 其實我身邊什麼人都沒有 嗯嗯 其實我是 我反而小時候不是害羞的 因為如果我再害羞 我不會有 沒有人知道我存在 明白 我反而小時候是逼自己 是欠味 喂 嗨 就是我想 開心過 你看到我 因為已經沒有人了 如果身邊有那些人 譬如婆婆 阿姨 那些都不顯現 我是在那裡 其實沒有人知道我存在 嗯 那我要很 很 active 這樣去 其實可能我本身不是很 active 嗯 我是逼自己要被人見到 嗯 嗯 其實小時候我是一個這樣去成長 因為我的 lack of love 我身邊沒有辦法 如果我不爭取這一份要人愛 其實可能沒有人會愛 明白 那現在看到心心 我覺得是 他反而反過來 他有很多的 love 但他反而會害羞 嗯 我覺得人 是否有些受寵若驚 其實會不會這樣 我不知道 他是某程度 從我和我老公的DNA 嗯 因為其實他都是我們生的 哦 是是是 你們兩個都 都很差 可能床潛了我小時候 其實一些 fear 嗯 或者我 小時候的那些不安全感 嗯 我老公就不害羞 他不好 因為他完整 family 是 那兩個人加了 我的女兒裡面 他就變成 可能很害羞 嗯 其實我裡面知道很多東西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他都聰明 他學習很快 嗯 我想在這一方面 我看到兩個人的成長是 嗯 他的笑容 他每一天 譬如爸爸跟他做到 他跟他踩單車 教他游泳 我跟他做蛋糕 其實這些 其實是完整我小時候 沒有看到他的照片 嗯 在他身上 我是做到 回到我小時候 我爸爸媽媽 在我身上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所以我看到他跟他做的時候 我很幸福 我不知道他是否幸福 當然是 幸福 因為他很內在 他很開心 但他未必表達到幸福 我很幸福 他可能會 啊 我發覺原來我們的開心 或者是我們的所謂 找一個一開心的reward 那時候有些家庭 可能從小到大喜歡賣衣服 賣東西的 有些可能是去釣魚的 和爸爸 我有個朋友很好 他最開心的時刻 或者是成績考得好的時候 他在他的印象中 他爸爸是一個什麼都認識的人 因為每天起床 都在報紙給他聽 所以他現在去找他男朋友的老公的時候 他找了另一半 他有這個習慣的時候 他覺得是我的生活上的reward 因為在童年的時候 可能他的臉媽媽很忙 他讀報紙 他就說了很多的時事給他聽 他覺得是一個reward 所以當他做這個project 或者是再跟很多朋友聊的時候 我發覺我的reward 是他的reward 都挺有趣的 我發現很多時候 原來去到最原本 我們所有的reward 都是在生活上那些很小的東西 好笑的東西 但還有一個回憶的東西 就是那個moment 是一個 好 怎麼說呢 不是一個 不是 不是錢或者是一些賣到的東西 是真是一個回味 是啊 你覺得你和一個人最開心的東西 是很小的事嗎 一定不是一些很宏大的事 放了火箭那些 不是那些煙花那些 其實是很小的東西 就是在這裏冷 這裏冷 你會記得 他竟然會 你的風 怎麼吹到我的頭 就是這麼小的事 你知道這個人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我那件真的有點煩 哈哈 我早就針過維多斯給他 這樣叫他病病地 他跟我說 因為他講普通話 他就說 我普通話不好 他跟我說 針完他不喝 我說你幹嘛不喝呢 我說你快要生病 他跟我說 我沒有說我要喝這個 我就告訴你 我不需要的事情 你不需要為我做 所以明天我現在不喝 明天你也不會做給我 我說對不起 我這個人就會慢慢的整你 或者是你不喜歡這個味道 我會弄另外一個味道出來 弄到你喝 哈哈哈哈 你也是有炒火症 強迫症 嚴重的 簡直是 嚴重 不過我覺得 其實都是出發點都是 所謂的 出發點都是想 其實沒有了解他的語言 我很欣賞你 就是你會了解一個女人 可以唱你的principle給她聽 真的好感動 我覺得現在 我的設計師 我先說一下 你賣的廣告 我的設計師說 這個可以住 一定要穿 一定要被J穿 哈哈哈哈 讓你展示一下 好 待會把我的頭髮插個袋 裝模特兒 最後一件就可以開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之後去到 我們下午的時候 就會去海邊 海灘 我們會去 出發 515 左右 垃圾 雲 追